他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 他陪伴了多少人的豆蔻年华 你问他是谁 他当然就是高尔夫了 第八代的高尔夫他终于来了 现在你感觉到没有 大众那个套娃脸有一些变化了 然后我们先来看 首先这个是个扁平化的logo 而且你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R烂的版本 你看看这个R 现在他都瘦身成什么样了 它是一个矩阵形的 一个八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大灯 然后这边是整个 其实灌过去的一个日行灯 不是说跟这根杜根条灌 而是真的灯灌过去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轴距 2631还是一个标准的简凑机 这边调查罗老爷子 给他设计的经典的C柱 依然还在这个位置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说不怕捷豹和路骨 就怕大众带字母 哼 你看现在狗夫也带字母了 你怕不怕 坐进车里的感觉 你会觉得哇 他竟然变得耳目一些 这我最早看照片的时候 我会以为它像奔驰做了一个这种连屏 但实际上它不是 它是做了一个这折角 然后这边就包括灯光的这种 都是用这种触碰板的形式 基本上现在车里也没什么见的了 就每一个都是这种触碰板 而且你能看到了吗 就是类似奥迪的这种 整个贯通式的一个出风口 这边这个小挡杆 有没有感觉像保时捷的 电动踢鱼刀的感觉 我都能想象出来 你兰花是换挡的样子 至于动力方面 它其实还是1.4T加7速双离合 你说1.5T加48V 不好意思 没来 再等几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